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惯有身孕的美丽在做饭的时候被莫名的神牌惊到 差点流产 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 美丽只能暂时留在医院保胎 而难耐机妙的水哥也趁着约上好友几人一起出去海皮 在路上 水哥偶遇了红衣美女琪琪 两人正好顺路便一起拼车回家 本以为只有一面之缘 没想到第二天 水哥去上班的时候竟又遇到了琪琪 更巧的是 琪琪也在八楼上班 这重重交合 让水哥的心开始躁动 等人狼情惬意 一拍即合 很快发生了关系 一夜激情后 水哥想起怀孕的妻子 心里十分愧疚 于是决定与琪琪断绝来往 谁料 琪琪家都是鬼 还是新居原来的主人 惨遭抛弃的她 伤心欲绝 于是在姐姐冰冰的怂恿下 对水哥心生恨意 决定报复她 自此 水哥每晚都会被噩梦缠住 精神冰鸣崩溃 好友听说后 认为水哥撞鬼了 于是帮他找了一个捉鬼大师 一起来到水哥家 准备收复恶鬼 没想到 大师功力不够 这鬼没捉成 竟被冰冰置住 狠狠收拾了一段 痛恨男人的冰冰准备杀掉几人 在关键时刻 爷爷赶了过来 爷爷凭借手中佛像的威力 成功逼退冰冰 这次艰难让水哥觉得 这事很蹊跷 于是找到了琪琪家 没想到 这竟是一片墓地 他又来到琪琪所在的公司 公司的人得知后 大惊失色 原来 琪琪死了五年了 五年前 琪琪结识了男友大壮 两人感情很好 可他的家人得知后 把大壮当成了冤大头 不停地跟他所有钱财 不堪重负的他 终于在一次争吵中杀了琪琪一家 得知真相的水哥惧怕不已 此时 冰冰找了过来 为了报复水哥 他吸走了水哥的阳气 让他陷入昏迷 无计可施的美丽 只好请求爷爷帮忙 爷爷找来了他的好友 庆嫂 庆嫂可是捉鬼一把手 他心高气傲 可看到水哥的妻子 立马变了脸 原来 庆嫂看出美丽坏的 是文曲星的转世 这不看僧面 看佛面 庆嫂立马前往别墅驱轨 可是 琪琪一家力气太重 一番恶斗后 庆嫂败下阵来 琪琪趁机抓走了水哥的爷爷和妹妹 没办法 庆嫂只好找到师弟求助 师弟就是阿南 阿南认为 要想制住恶鬼 就得找出他们惧怕的东西和人 他让美丽去仙玉找大壮 在说明来以后 大壮不忍看到恶鬼再次伤人 于是趁夜偷偷溜了出来 结果刚出来 就被警察发现 开始全程搜捕 另一边 美丽与恶鬼对抗的时候 大壮赶了过来 看到大壮 琪琪一家彻底慌了 大壮见此 连忙拿起斧子 就要再杀他们一次 此时 警察赶到 他们开枪击毙了大壮 眼看没了威胁 恶鬼趁机上了警察的身 开枪打伤了阿南和庆嫂 为了报仇 美丽捡起大壮的斧子 准备跟恶鬼拼命 应有闻取新护体 恶鬼不敢伤她 只能慌忙逃回阴间 为了救回爷爷和妹妹 美丽也冲了进去 当机砍死了恶鬼 影片的最后 爷爷和妹妹成功获救 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片完 这是一部有王晶之道 并主演的恐怖电影 她不像以往角色那样恶俗 反倒有些可爱 而关志连出演的女鬼 也的确美艳动人 相信没几人不愿意 牡丹花下死 嘻嘻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鬼勾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过呀 也冲进阴间 举起斧头 一斧头赶死 她看水哥印堂发黑 算出对水哥心生恨意 再结贷地怂 于是决定 于是决定 没办法 水哥只好找到 水哥只好找到 水